深夜,天空中下着暴雨 一辆红色跑车在雨中行驶 车内坐着一个女人和一只狗 看着窗外的漂泼大雨 女人想起了几天前的事 一名男子在仓库帮他拿东西 他趁男子不注意,悄悄退出房间 将门反锁 仓库只有这个出口 而且门只能从外面打开 男子的下场可想而知 时间回到现在,女人开车回家途中 看到路边有人修车 不过他并没有停下帮忙 而是静止来到别墅 由于外面下着大雨 狗子刚进屋就在地上留下一串脚印 女人放下行李 第一时间来到仓库 在门口停了一会儿 确定没有动静后 这才打开仓库门 果然不出他所料 男子趴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 与此同时 别墅不远处 一辆车跑忙了 是先前女子看到的那辆 车里坐着大名鼎鼎的侦探 古田任三郎 修车的是他的助手 助手临着雨 已经修了半小时 可不知怎么的就是修不好 古田只能指一表盘 有没有可能是没油了呢 地图上显示 前面两三公里处有个加油站 只要他们去加油站没点油 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这样的没差事 自然落到了助手头上 助手内心一万只 朝你妈奔腾而过 可这有什么办法 谁让古田身子弱 经不起风霜与雪呢 于是助手拿着手电筒 连着暴雨出发 助手走后没多久 古田就发现不远处的别墅亮着灯 与其坐在车里挨洞 倒不如去别墅暖和一下 这样想也就这样做了 她留下一张便条 贴在方向盘上 免得助手回来找不到她 另一边 女人正在打电话报警 说在地下仓库发现一具尸体 外面下着暴雨 警察一时半会赶不到 最早也到明天早上 天气原因 女人也没办法 只能请警察尽快赶来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对她越不利 没办法按照她的计划进行 正在思索时 门铃突然响了 她出去一看 是个陌生男子 这个点又加上这种天气 搁谁谁都会害怕 古田看出她的担心 立刻掏出证件表明身份 她前一秒还在担心 警察不能及时赶到 后一秒就来了个警察 当然不会把人拘着门外 可她不知道的是 古田是个大名鼎鼎的侦探 她会为此举而感到后悔 古田打电话向警局报告情况 刚挂她电话 狗就跑了出来 古田也是爱狗之人 和狗玩了起来 狗刚从外面回来没多久 爪子还是脏兮兮的 看到古田的手被弄脏 女人急忙去拿毛巾 古田没当回事 女人赶紧把遇到的问题 告诉古田 随后两人来到地下仓库 仓库里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死者右手拿着笔 脑袋上有被击打的痕迹 左手攥着一张漫画 旁边的小底箱上有血迹 由此判断死者头部的伤口 可能是被铁箱砸出来的 仓库里只有一只拖鞋 这就奇怪了 谁会只穿一只拖鞋去仓库 古田根据尸体判断 男子已经死了三天 女人发现男子是没事关着的 由此判断可能是窒息而忘 因为门的密封性很好 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脑袋上的伤 男子是谁 女人又是谁 男子怎么会死在女人家中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 女人开始进行解答 她从事漫画方面的工作 和死者是同事关系 很久之前就认识 她是个写爱情喜剧的漫画家 死者是编辑 偶尔画写漫画 两人一起住在这个别墅 每个月月末 她会来这里工作几天 剩下的时间都是死者的 上面也有死者的专用房间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那古田就得问问 难道两人没擦出爱情的火花 的确没有 虽然和死者认识很久 但仅限于工作 完全没有私交 至于死者为什么要去仓库 漫画家觉得是去寻找手稿 毕竟老旧的原稿都放在那里 这时古田注意到门口的行李 看来漫画家进屋后 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 就跑去仓库 好像早知道仓库会发生什么 漫画家急忙解释 听说死者也来了 进门叫了半天都不见人 于是直接去仓库寻找 因为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 死者不小心把自己关进仓库 好像那时他在房里 直接帮死者打开了门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 古田没有继续追究 觉得案子有他杀的可能 漫画家连连否认 刚才还说是窒息而亡 这回怎么又变成他杀 不是变成 而是有依据 死者头上有被殴打过的痕迹 虽然不是致命伤 但也非常严重 如果是谁有预谋的 把死者关进仓库 死者也会死亡 漫画家觉得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因为他来的时候 没时锁着的 能打开门的只有他和死者 古田注意到古载有鞋子 定眼一看 正是死者的另一只拖鞋 看来是被狗叼出来了 如果死者被关进仓库 不是意外 那就说明三天前 有人和死者一起来到别墅 古田认为有必要调查一下 于是和漫画家来到死者房间 在死者包里发现很多化妆品 看来死者是个很注重外表的人 钱包里有一些票据 都是三天前的 有加油站的 也有高速公路的 死者没有驾照 看来三天前 有人和死者在一起 餐厅的数据显示 吃了一份咖喱饭和咖喱面 一顿饭两个猪食 真是少见 这充分证明死者 三天前是和某人一起来的别墅 钱包里还有小雨伞 随身携带这种东西 表示随时有可能用到 和死者在一起的 应该是名女子 对于死者的男女关系 漫画家倒是指导点 死者喜欢处处留情 换句话来说就是个海王 死者的笔记本上 记录了和每个女子约会的时间 行程安排的密密麻麻 也不怕经济人亡 三天前和一个名为C的女性约会 漫画家的名字里有C 那三天前的女人 会不会是她呢 不等她有所反应 古田拿起相机返回仓库 拍了几张照片 漫画家在门口担忧不已 拍完照片后 古田顺手拿走死者手里的漫画稿 猜测死者应该知道凶手是谁 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死者死时右手拿笔 左手拿画稿 难道线索藏在画稿中 画稿背面是空白的 线索应该在有画的这面 漫画家解释 这是她新作品的插画 落在地上的其他原稿也是 这就奇怪了 其他原稿也是 为什么偏偏拿这个 看来有必要了解一下漫画的内容 这是一篇舞女和间谍相爱的故事 死者的朋友中倒是有几个舞女 因为死者经常去看托衣舞 至于间谍方面就不清楚了 看来这张纸上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古田实在想不明白 死者到底要表达什么 右手明明拿着笔 却不写下凶手的名字 这时别墅突然断电 房间里唯一的光源 是旁边燃烧的壁炉 两人聊了一会儿 漫画家打算把别墅卖掉 一个人住太浪费 说完起身回房休息 说是休息 实则在一旁观察古田 古田没有做其他事 而是读起了漫画家的书 想从里面找点线索 古田很快就把几本书全都看完 最后还留下眼泪 看来剧情写的确实不错 楼上的漫画家睡不着 拿着蜡烛走了下来 看着古田红红的眼眶 他关心的询问 古田急忙起事说 有点犯困 还打了个哈欠 看到桌上的书后 漫画家瞬间明白 古田也不装了 故事写的确实很让人感动 谈话间 古田的肚子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漫画家急忙起身 打算给古田做点吃的 食材固在外面 两人一起去拿食材 漫画家打开冰箱拿起鸡蛋 打算做个蛋花糖 古田问他鸡蛋没问题吗 他笑着回答 没事 这不才刚刚停电吗 古田默默的看着他 心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随后两人来到厨房 古田和他了解了书的内容 想知道他的灵感从何而来 其实没什么灵感 都是脑袋里的想象 也不是经验之类的 他高中毕业就一直从事这份工作 没什么人生经验 也没谈过恋爱 所以创作爱情故事什么呢 应该会很无趣 古田发现他的书有一个共同点 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看来他比较向我一份完美的爱情 正说着 门铃响了起来 原来是助手来了 助手对着古田抱怨 看来是哪年的破地图 加油站早在几年前就倒闭了 还有留在方向盘上的纸条 为什么要画上爱情 女友也经常开车 要是让女友看到 助手挑进黄河也行不行了 说完把纸条扔进垃圾桶 静止的走到古田身边 又被古田赶了出去 这时漫画家出现 把助手请进屋内 看着助手留下的脚印 以及垃圾桶里丢掉的纸条 古田若有所思 线索果然在那张漫画里 而凶手就是漫画家 吃东西时 古田再次询问漫画家和死者的关系 漫画家说是不了解死者 却对死者的女性关系知之甚强 明显是在撒谎 漫画家只得承认 两人确实交往过 可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了去了 三年前和死者来别墅的正是他 他说是上个月来的 上个月来 怎么知道冰箱里的鸡蛋是新鲜的 很明显是他刚放的 因为没有人会拿一个月前的鸡蛋去做菜 死者笔记本上的C指的就是他 他向往完美的爱情 谁知死者是个海王 当他发现被玩弄后便进行复仇 这就是他杀人的动机 从刚开始 古田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漆黑的仓库里 是看不见任何图画的 所以死者手中拿的纸 和上面的图画完全没有关系 换言之 空白的那面才是正面 可白纸上什么讯息也没用 这就是问题所在 死者手上拿着笔 为什么没有留下凶手的名字呢 古田有五种猜测 第一种 死者没看见凶手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排除 第二种 不知道凶手名字 可就算不知道名字 也可以留下某种线索 排除 第三种 想写什么 但在写之前断气了 这点比较有可能 但是从笔上来看 死者有力气把笔帽装到笔头上 写名字应该没问题 顺带提一下 笔墨也够 能顺利写出字 所以也排除 第四种 写下了信息 但被凶手消除 这点也行不通 凶手想要消除必定会留下痕迹 可现场什么痕迹也没用 因此排除 第五种 死者确实留下线索 就在漫画里 只是他们没有发现而已 给古天灵感的是 助手扔进垃圾桶的纸条 助手怕没有看到误会 所以扔掉了纸条 从死者的角度思考 肯定也想留下线索 可无论留下什么 只要被凶手发现 就一定会被抹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死者知道 第一个发现自己尸体的人 一定就是凶手 因此不管写什么都是徒劳 所以死者拿起笔和纸 却什么都不写 这就是死者留下的线索 白志强传达的讯息是 凶手就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 而死者头上的伤 也是留下的线索之一 死者想到事件 如果被认定为事故 那么真相就会生成大害 于是自己砸伤自己 留下被他杀的证据 让警方以谋杀案去调查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 其实是漫画家自己留下的 死者脚上的拖鞋 只有一只 另一只被狗叼走 有狗的地方 主人自然也在 狗叼拖鞋的时间不是今晚 而是三天前的晚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今晚外面下着大雨 古田曾摸过狗 狗脚上有泥巴 如果进过仓库 肯定会留下脚印 可事实是现场没有任何脚印 听完古田的推理 漫画家终于承认罪行 比起杀死死者 他后悔的是认识死者 为了这个渣男 他断送了自己的人生 瞬间感到一点也不知道 得知他28岁后 古田认为他还年轻 此刻只是人生的第一卷结束 最后他的人生 一定会像书里那样幸福弥满 古田任三郎第一案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